小鱼姑姑,推高点,推高点 月儿,不能再高了,小心掉下来 娘亲,我要飞得更高 这胆大包天的丫头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狂风一样舞蹈,牺牲胡乡 月姐姐,快跟我唱呀 宁怡真觉得,好吧,她就是生了一个野丫头 好了,这下两个胆大包天的丫头在一起 将来天底下要多出两个女八王了 娘亲,别担心,妹妹很懂事的 宁怡真再一次白眼朝天 儿子,你真确定你妹妹很懂事 算了,与一个宠妹狂魔 讨论她所宠制对象的懂不懂事 等于白讨论 天儿,你不要去玩玩吗 嗯,娘亲,那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天儿已经长大了,不需要玩这个了 儿子,才三岁多的你就这么老成 等你三十岁,那不会变成了一个老富丘吧 天儿,你怎么理解家国这句话呢 娘亲,家国的意思就是 家与国是分不开的两个个体 有国才有家,但是国又是由小家组成 所以天子知道,先是考虑天下百姓的小家 小家和谐了,国才能够安定 内宅不安,何以安天下 就是这个道理 天儿,这些是你自己理解的吗 儿臣见过父皇 不必多理,父皇问你 刚才的话,是不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嗯,儿臣就是这么想的 这么小的年纪,却能够看得这么通透 真的是太难得了 作为帝王,就必须要心怀天下 皇后,你教得很好 是天儿爱看书 他已经把史记看了好几遍了 有位名人说过一句话 以童为贱可以正一观 以史为贱可以知衰退 以人为贱可以明得失 天儿天子好,悟性高 这些确实是他自己所想 与臣妾教导并无关系 怎么可能呢 孩子是聪明 可是他毕竟才不到四岁啊 若不是耳濡目染 他怎么会想得到这么多呢 皇后 朝廷这国府营楼 已经筹建的差不多了 这两天就可以开正 开张前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 想问问真一现出 你找他入宫吧 是